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触过的物品也都先用酒精擦过一遍 才会去学校接小孩 没想到却听到有学校的家长建营校方 他的小孩应该单独吃饭5岁 不应该跟大家一起作息 两个小孩还跟他说 大家说我跟哥哥是全校最脏的小孩 有武汉肺炎我们会第一个被抓走 让这位医师听得很心痛 希望大家多将心比心 给医护人员多一些鼓励 才能一起度过这个防疫艰困时刻